花蓮施工所举办年度AC整坪改善工程 委由开口契约厂商 针对第二梯次总共有七处市区道路来进行跑步作业 第一个试坐地点是在上智路和新兴路口 以北延伸103公尺的路段 10号上午市长卫家彦特别前往视察施工情形 他表示上智路是连结市区和新城的重要路段 大小型重车往来频繁 期盼完工之后可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道路环境 为了提升市区道路品质 花蓮施工所在市民代表会的支持下 今年度投入1430万执行开口契约 花蓮施AC整坪改善工程 一分批方式办理路面沥青混泥土跑步作业 而第二批次共针对市区七处道路进行跑步作业 第一个试坐地点就在上智路以新兴路口 以北延伸103公尺路段 那我们在这个第二批次预计会办理 花蓮市进峰街57项 112项 以及中山路有车道破损的一个情况 还有我们广东街以及峰村的道路等等 这样的一个路面整坪工作 我们这一次今天这个地点是 那个新兴路上智路它周边的一个道路整坪改善 那由于说因为周边的迦南路啊 以及今年初刚开通的新兴路 它的道路已经都获得了整坪 那剩下我们这个新兴路口到16餐厅前 这一段的上智路它的路面是破损不堪的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改善工程 来将它还给市民一个安全平整的道路 10号上午市长为家宴也特别前往视察工程实作情形 期盼完工后能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道路环境 那我们把之前比较不平的一些道路 然后设计在我们第二批的里面 总共有7处 那也希望说我们今天跑步完 让我们用路人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回家的一个道路 那我想这是连结新城跟花莲市非常重要的一个道路 那今天跑步的过程也希望说 我们民众在经过工程的时候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为了避免再次开挖 施工所在施工前也寒寻一个管线单位 请有计划在这次施作范围内的工程先请提出说明 并配合调整既有人孔盖水阀河下地或是底面与路面平齐 帮助骑行和驾车时能更舒适安全 而在各路段工程也将从即日起陆续开工 施工所会与民众配合绕道而行 不便之处也请见谅 记者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